海贼王 四皇之一的白胡子死得冤不冤 他成功打破了格局 白胡子老爹为了自己的儿子牺牲自己的 到最后的那一刻也没有背对敌人 即使死去也没有倒下身子 即使半边连毁荣英姿也在 他的背面没有中枪 这是一个海贼的光荣 他总体承受刀枪267处 子弹152发 炮弹46枚 尽管如此 他的高傲背影中也没有半分退却之伤 蒸蒸铁骨 值得佩服 有人说白胡子死的冤枉 艾斯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自己在顶上战争中为了救艾斯牺牲掉 白胡子还把自己的海贼团弄成无首领 那么白胡子知道吗 肯定知道 白胡子的梦想就是家庭 他喜欢自己身边有好多儿子 所以把很多无家可归的孩子收养 作为自己的儿子 也喜欢那种儿子围绕的氛围 本来在海贼王罗杰以后 白胡子完全有能力成为海贼王 但是他没有 他不喜欢财富和地位 也可能就是站得高考得远 精神层面不一样 他喜欢救助弱小 喜欢家庭 白胡子他的梦想实现了 也没有遗憾 儿子很多 也有完整的家庭 财富和地位也有 位居四皇 称霸一方 他死得其所 打破了就有的格局 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也告诉了全世界罗杰是对的 One Piece是存在的 白胡子老爹为了自己的儿子 牺牲自己的 到最后的那一刻 也没有背对敌人 即使死去 也没有倒下身子 即使半边连毁容英姿也在 他的背面没有中枪 这是一个海贼的光荣 他总计承受到枪267处 子弹152发 炮弹46枚 尽管如此 他的高傲背影中 也没有半分退却之伤 蒸蒸铁骨 值得佩服 有人说白胡子死的冤枉 艾斯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自己在顶上战争中 为了救艾斯牺牲掉 白胡子还把自己的海贼团弄成无首领 那么白胡子知道吗 肯定知道 白胡子的梦想就是家庭 他喜欢自己身边有好多儿子 所以把很多无家可归的孩子收养 作为自己的儿子 也喜欢那种儿子围绕的氛围 本来在海贼王罗杰以后 白胡子完全有能力成为海贼王 但是他没有 他不喜欢财富和地位 也可能就是站得高考得远 精神层面不一样 他喜欢救助弱小 喜欢家庭 白胡子 白胡子他的梦想实现了 也没有遗憾 儿子很多 也有完整的家庭 财富和地位也有 位居四皇 称霸一方 他死得其所 打破了就有的格局 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也告诉了全世界罗杰是对的 One Piece是存在的